大政治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大家午安 我是王宥正 現在說要拱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我想這應該不是秘密了 大家希望他可以被徵召 但你知道嗎 其實 韓國瑜能不能被徵召 能不能出來參選2020 最關鍵的人物是誰你知道嗎 是吳敦義嗎 不是 是朱立倫嗎 其實也不是 是王金平嗎 也不是 是韓國瑜本人嗎 不見得 是加分姐還是韓冰嗎 我跟大家說 都不是 最關鍵的那個人 其實就是你 就是這些基層的聲音 基層的力量 才是讓韓國瑜能夠出來挑戰 2020最大的助力 大家一定要記得 我現在跟你們說的話 昨天我們講到 說黨中央要這些縣市首長啦 選立委的啦 已經是立委的啦 大家來表態 看看支持韓國瑜選總統的人多不多 這個不是很道德 但是縣市首長不表態 那就基層力量來拱韓 在今天我們要告訴你 我們的記者非常認真 打電話到全台灣的國民黨 縣市黨部 一個一個去問這些黨部的主委 到底他們對於 徵召韓國瑜這件事情 心裡的態度怎麼樣 是覺得OK嗎 還是覺得不OK 還是覺得有最強的 我們就來一起支持 除了縣市黨部之外 包含很多基層的黨代表 現在也要開始連署了 國民黨有多少黨代表 委員 一千六 據說要衝到過半 最少要有800個黨代表 來支持韓國瑜 所以我說了 檯面上這些政治人物 你要他們表態挺韓國瑜 有點為難 要他們不挺韓國瑜 可能會讓人家爭 可能會被民眾給討厭 沒關係 我們不要為難這些大人物 不要為難這些大咖 要能夠讓韓國瑜 出得來選總統 從你開始做起 從你跟他 你我他 大家開始做起 所以我說 拱韓國瑜最關鍵的人 不是吳敦義 不是韓國瑜 不是朱立倫 不是王金平 不是李嘉芬 不是韓兵 而是你 你就是那個 要勇敢表達自己意見 大聲告訴吳敦義主席 告訴國民黨黨中央 你們希望的是 最強的人 能夠出來選 好 要最強的人出來選 除了大家的意志之外 有兩個人還是很重要 吳涵慧現在沒有了 所以 後天 4月7號 馬上就是 吳朱惠 吳朱惠 看起來跟韓國瑜沒有太大關係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小區了吳朱惠的重要性 畢竟 畢竟 這個難題 到底吳朱惠要不要公開 到底是我們兩個談給大家看 還是大家看我們兩個進門關門 沒有放狗 關門而已 然後就是我們兩個在裡面談 談完之後再出來跟大家報告 到底談了什麼 還是交換了什麼條件 還是決定了什麼樣的決策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到底該怎麼辦 朱立倫講得很清楚了 我覺得他沒有風度的 他說 徵召韓國瑜 我全力支持 要辦黨內初選 我全力以赴 朱立倫的態度很清楚 所以對朱立倫來說 我沒有什麼好隱藏的了 你也不用跟我換什麼條件 還跟我敲什麼事情 不用 就是這樣 你要徵召告訴我 我支持韓國瑜 你要初選告訴我 我全力以赴 很簡單 反倒是黨中央 怪怪的 朱立倫話長這麼白了 為什麼黨中央變成是 朱立倫要公開 但黨中央覺得說 我們還是關起門來談 比較好 你覺得在吳朱惠的這個時候 他是決定韓國瑜 能不能被徵召的關鍵會面 應該公開 還是應該關起門來 跟往日跟過往一樣 大家密會完以後 再出來講一些 不重要的資訊 公布給大家 然後搞到後來沒有結果呢 所以黨中央現在沒有了吳韓會 或者說吳韓會延期 但是吳朱惠到底該怎麼辦 要怎麼聊 是不是要公開 可能我們的吳敦寅主席 也要多動一點腦筋 好啦 除了黨內之外 現在不只是國民黨裡面的人覺得說 大概韓國瑜大概可能會被徵召 我相信在這個總統大選戰場上面的對手 應該也都這麼認為 比方說賴清德 怎樣都衝著韓國瑜來 很簡單 他們覺得韓國瑜是最強的 但也許也是最好攻的 把總統大選打成統獨大戰 對民進黨來說比較有利 另外就是柯文哲 我們很少談柯文哲了 不過他要去整理一下最近的新聞 柯文哲韓國瑜 大概都是柯文哲死命在酸韓國瑜 比方說貪犯經濟不好 比方說 你這個韓流像只是土石流 可以淹掉一個房子 但淹不掉一個城市 等等等等點點點之類的 這一些過去 柯文哲對於韓國瑜的不管是揶揄 或者是解讀 或者是攻擊 沒有想到在這兩天 被韓國瑜一句話給完爆 哪一句話呢 韓國瑜接受了媒體的專訪 告訴大家說 柯文哲很會跑步 跑得很快 很認真 很優秀的市長 但偏偏大家往終點線跑 他銘槍之後往回跑 跑得很快 但是跑錯了方向 你覺得精不精準呢 在今天我們都要來好好討論一下 先介紹無色劇情來賓第一位 中國首號社長汪孟社長 優勝各位朋友大家好 資產媒體人謝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桃園市議員黃建平 大家平安 另外是國民黨的代表 我們的前立委吳俞生 各位朋友吳安 還有高雄市議員 好久不見的梅亞姐 嗨 大家好 另外是民進黨的好朋友 我們的張茫然議員 謝謝大家 安 大家好 來 我就說了 不要逼那些什麼 憲勢所長的表態 我跟你講 不道德 你逼人家表態對不對 萬一到時候有個什麼差錯 人家還要不要混 逼立委表態也不對 所以我說了 要力拱韓國瑜 或是要挺韓國瑜 或者是我們不要講得那麼死 要支持國民黨 選出一個最強人選的 那個關鍵角色 絕對不是檯面上的太陽 也不是這些 陷陷在戰局裡頭的主角 而是你 你 電視機前面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們的意志才能夠左右 這個戰局的發展 韓國瑜說了 我們的老闆是誰 他們的老闆是誰 是人民嘛 就是你們嘛 所以你們要的人 大聲的喊出來 告訴黨中央 告訴武敦義主席 你支持的是韓國瑜 還是朱立倫 還是王金平 又或者你覺得 吳敦義才是最佳人選 都可以說嘛 大聲說 勇敢說 寫信 發email 去黨部門口 拿著大聲攻 隨便你 大聲 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而現在 基層的黨員就開始串聯 而且不是不只是基層 是南北的基層都串聯 他們告訴我們一個聲音 我不敢說是全部 但是是滿大的一個聲音 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希望的叫做韓國瑜 來 我們就先從黨部開始來看 已經表態要挺韓國瑜 也就是說我支持韓國瑜 給我國瑜其餘免談的 包含了台北 高雄 基隆 台南 謝龍介 然後新竹市 還有台中 這六個大黨部 算是比較大的縣市黨部 已經是表態 我就是要韓國瑜 另外認為說挺最強棒 也就是說 好 誰都可以 如果韓國瑜是最強的 他出來我們就支持他 或者朱立倫是最強的 他出來我們也支持他的 包含新北 桃園 這兩個是朱立倫的地盤 還有新竹縣 苗栗 台南 南投 彰化 雲林 這些地方表態的是 支持最強的人 最強的人是誰 從檯面上 目前已經有的民調 大家也可以去分析一下 可能也都心裡有數 好 除了我講的基層 縣市黨部之外 來 現在還有人串聯 1600位的黨代表 目前已經有超過 100個人連署了 他們希望可以串聯過半的黨代表 把黨代表 1600個黨代表的心聲 告訴黨中央 我不曉得他們最後 連署出來的結果是誰 總而言之 他們會連署出一個人 告訴黨中央 說這個人就是我們基層覺得 2020最有戰鬥力 而且最有可能贏得大選的人 我們不要從那些政治人物的表態 去看這件事情 聽聽基層的聲音 我想對吳主席 甚至對朱前市長 對王院長來說 應該比較容易能夠聽得懂 也比較容易接受 其實剛剛聽佑正講說 好幾個地方黨部已經表態 然後有一些是說要推最強 你知道我剛剛一下子聯想到 很像是中華民國 剛剛成立那個時候 就是跨成辛亥革命剛出來之後 然後各省通電 我宣布獨立 我宣布幹嘛 什麼東西的 可是覺得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讓我覺得有點好笑 就是國民黨難道現在沒有一個 中間的領導人了嗎 可是國民黨明明是有的 就是吳敦義主席 所以我昨天就已經講過 吳敦義主席應該要錢剛獨斷 要趕快把這個事情定下來 如果說任由這些 各地方黨部去串聯的話 到最後你變得好像 有一點誰能夠想辦法 去動員這些人 變得好像有一點 以下逼上的感覺 我覺得這種感覺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決定的話 吳敦義主席應該要盡快 去把它決定 但是我覺得 對朱立倫跟吳敦義 見面這個事情 朱立倫要求要公開 說這樣能夠就是開誠布公 讓大家覺得這樣是一個 團結的象徵 我個人其實是有不同的意見 我是認為說其實 連公布日期說 他們兩個要會面都不需要 應該是吳敦義主席私底下 跟王金平院長 跟朱立倫市長 他們私底下要找個時間 見面談一談就好 沒有必要對外公布 因為這是國民黨自己 內部的事情 你們只要能夠談得 得到一個結論 大家能夠團結就好 因為我們都知道 假設今天如朱立倫市長所說的 今天開誠布公了 所有的媒體都來 然後雙方一談 你覺得根據 吳敦義主席跟朱立倫市長 過去談話的慣例 你覺得這能談出什麼來嗎 我覺得什麼都談不出來 所以那就公開 既然談不出來就乾脆公開 對 這樣子就是兩個會面 好 然後兩個不找邊際 講了大概一個小時 對 講完就說 我們下次再做決定 下次再決定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麼公開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完全沒意義 所以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吳敦義主席 你們私底下就約一個時間 跟朱立倫市長 跟黃金平院長好好談一下 然後彼此了解 對方的需求是什麼 對方能夠達成的 就是能夠配合的底線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至於韓國瑜的事情 我覺得等到你跟朱立倫 跟黃金平談完之後 再來去跟韓國瑜談 這是一個比較恰當的過程 其實現在藍軍有很多基層 已經開始在連署 包括王鴻威 他已經找人在連署 好像也好幾萬人已經簽署了 其他的很多 所謂泛藍陣營的 也都在連署 我覺得如果說 國民黨要搞成這樣 就是一個從地方 再慢慢逼起來 你黨部中央再不得不同意 這個感覺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如果要這樣的話 乾脆國民黨以後 把所有的初選機制全部廢掉 沒事就是大家公推 讓1600個黨代表決定就好 所有的黨代表公推 黨主席也不用參與這件事 也沒有什麼初選的過程 就是黨代表大家公推 公推誰出來選總統 你就選總統 這樣不是更簡單明瞭嗎 所以我覺得既然國民黨 已經有原先這個制度在 你作為黨主席的 你就要想辦法讓大家 去配合這個制度 如果說這個制度 有不適用的地方 黨主席要去決斷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制度 可能不符合現在的情況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更改 我就要講出來 而不是一直好像 就是曖昧魔能良可這種態度 我覺得這樣子 一直持續拖下去 對國民黨 甚至對國民黨 未來可能的參選人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好事 其實賓哥講一個重點 為什麼今天我們從媒體上面 不管是電視 平面 或是網路媒體 大家來討論韓國瑜 參選的可能性 一直到今天變成 想要選立委的人自己連署 想要幹嘛幹嘛的人自己連署 黨代表要串聯 縣市首長逼表態 現任民代被逼表態 然後連地方黨部都必須要出來 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的人是誰 為什麼 這不是應該是一件很簡單 可以解決的事情嗎 就是因為 賓哥剛剛說的 我們黨中的態度 一直有點曖曖昧昧的 魔能良可的 不想當壞人 壞人你來做 你不做 我也不要做 那我們就拖著吧 這是一個最大最大的關鍵 任何事情 如果上面的人有決斷力 絕對輪不到下面的人講話 通常都是上面的人 龜龜毛毛 歹戲脫膨 下面的被逼急了 只好做出一些舉動 逼你上頭的人 趕快做決定 來 美亞議員 所以妳現在也算是 被逼趕快 妳應該也 這裡 妳已經有表態了 妳已經有表態了 來 其實 我想這個黨中央 他的想法應該是覺得說 不是由他來 自己扛這個責任 他希望說 所有你們這些想要選 立委的這些參選人 應該也要共同承擔這個責任 兩位都是 但是我覺得說 他這樣的想法 固然有他的理由在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國民黨到底要推誰出來參選 國民黨一定是要推出一個 最強的 最強的不是我們這些 一般的想要參選的這些人出來 我們說了就算了 一定是還是要透過一個民調機制 然後決定誰是最強的候選人 既然這樣最後還是要取決於 民調最高的那個人出來選的話 那何必現在要讓這些 小雞們去做表態 而且小雞們做表態 你想想看 其實很多的現任的這些立委 他們跟朱立倫好不好 跟王金平好不好 都不錯 萬一都做出來是朱立倫 我現在表態支持王院長 我們就完蛋了 對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會造成 就GG這樣 不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會造成 黨內的可能是分裂 因為大家變成是選邊站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 整個的初選過程當中 可能會導致說國民黨沒有辦法 達到未來要團結一致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這邊還是要建議就是說 最好還是跟這些 有意參選的候選人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黨中要你們以民調 來做一個最好的決定 而不是要逼這些小雞來表態 我這邊也特別要講一下 最近公布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就是研考會也委託民調公司來做 高雄人的這個城市光榮感 是高達7成6 7成6 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以前高雄從來沒有 這麼高的一個注目度 甚至韓市長他很以為傲 是說在最近 就是去新馬還有大陸 參訪完以後 現在高雄的這個被點閱率 它有10億是不是 10億以上 這個以高雄人來講就是說 以前大家可能 譬如說到台灣來觀光 大家不見得會到高雄 因為覺得說 我就到台北去就好 因為台北的一個討論度比較高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很多的人到台灣來可能 首選是哪裡 變成說我要去高雄看看 甚至他們希望說 可不可以去 韓市長曾經去過的這些地方 美食地圖 觀光地圖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佑正也貢獻很多 你在幫我們高雄推薦了很多 貢獻了 荷包貢獻了 失血了不少 吃了不少東西這樣 對 所以高雄現在變成說 我們觀光的人潮進來了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這個 韓市長上任百天以來 其實我們已經搶了大概 將近近百億的MOU加訂單 80幾億了 對 後來又有增加 後來又有增加 又到高雄這邊來簽約的 10億的那一條 前幾天又增加了個10億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在一天平均拚了1億的訂單 一個市長能夠做到這樣子 我想是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市長這麼拚的 我們現在也看到就是公總還有企業界 甚至也到我們高雄這邊怎樣 宣誓說要投資 現在可能將近是超過2000億以上的 這個投資額 所以我們看到高雄現在就是 注目度高 而且我們外銷的訂單拚到了 並且我們看到很多的企業界 願意到高雄這邊來做投資 我覺得這些成果 都是高雄人覺得說 現在以一個高雄人 這個光榮度是非常高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這也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既然韓市長都能夠把高雄 做得這麼有聲有色 那麼未來台灣 如果是由他擔任總統的話 是不是會更加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講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但是應該是講說這些執政者 沒有把高雄沒有把台灣帶領好 所以才導致說 我們現在的進步的力量太薄弱了 所以大家會很希望 期待韓市長就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 如果說我們心中有人名的話 一定是要推出一個 未來拚經濟 未來帶著台灣能夠 向前邁進的這樣一個 最好的一個候選人 我覺得其實 每一位都很優秀 但是一定還是要推出一位最強的 對 最強的 那最強的是誰呢 大家自己想一下 剛剛梅亞議員說 以前高雄比較 比如說我講白了 比較沒有被大家討論 我說台灣內部 比較沒有被大家討論 韓國一上來之後 高雄超越了台北 現在大家說台灣 在整個國際社會上面 相對一下 好像經濟力 國家的發展力 都從以前的四小龍 變成現在四小蟲都排不上了 如果換一個 可以把高雄脫貪換股的人 是不是可以在國際上面 不管是國力 經濟上面 也可以讓台灣有 脫貪換股機會的這個人 那這個人呢 近平 現在這個 我看國民黨你們執政15個縣市 15個裡面 1 2 3 4 5 6 有6個已經表態說 覺得要支持韓國瑜 那另外幾個呢 大概就是說要挺最強棒 所以你也是黨代表 也是中央委員 也是中央委員 所以你會去參加連署嗎 你是 會是800位參加連署裡面 其中一位嗎 我本來就已經連署 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你已經表態了這樣 我的臉書跟LINE上面 其實都有跟王洪威議員 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他有拜託我幫幫他去連署 所以當初這個6萬多份 在我的臉書跟 尤其是LINE上面 也都有提供大家去連署 連結到王洪威議員 他的LINE上面 然後去提供說 6萬多個在網路聲援 說連署可以支持韓國瑜參選總統 當然其實也有不少的民眾 也有問我說 要怎麼去連署 所以之前也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可是看到現在 國民黨中央因為 不管是主發會主委李哲華 或者黨主席 吳敦義 他們希望說 能夠各縣市的公職人員 黨籍的從政同志 立法委員 縣市議員 或者是各縣市黨部 能夠勇於表態 我想多半是因為時間 越來越迫在眉睫 急了 但我不是很贊成這種 要逼人家去表態 或者是你要不要表態 支持韓國瑜或諸如此類的 這種表態應該是發自內心的 自己要去支持他 自發性的 如果是人家叫你說 黨中央叫你某個黨部 因為黨中央對一個縣市黨部 他有一定上對下的重屬權 黨中央叫你去表態 你不去表態 你會不會擔心後面 會不會被黨中央側目 或者是引起什麼樣的一個效應 不知道 但是這樣的一個被動式的 還不如是你真的是支持他 像很多的這個 我在很多的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跟黨代表 全國的中央委員賴群組上面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中央委員黨代表 發起自發性的連署 說要支持韓國瑜這個表態 我都覺得樂觀其成 因為今天的這個時間越來越近 4月10號國民黨要開中場會 按照這個時間表定的話 大概4月17號就要貼出 我們國民黨總統大選的 黨內初選公告 4月底要領表 5月要登記 6月底要決定初選 如果按照這樣總統初選的期程的話 7月28 國民黨的全國黨代表大會 就要通過這樣的一個提名的 最強的人選 當然現在大家無庸置疑的共識是說 今天韓國瑜是那個最強的人選 可是當然要尊重韓國瑜 他本身的意願 他到底願不願意出來 但是尷尬就在於說他想要先 目前他的這個答案說法 雖然沒有講史 他想要把高雄市的市政做好 因為他不方便表態 一表態的話 到時候你看這高雄市議會 上個禮拜開議之後 所有的民進黨的市議院 從中央到地方 中央有立委 還有各個政府部門 地方有地方市議會這些議員 就好像狼群一樣 四血的狼群圍上去 圍上去往死裡打 所以如果韓國瑜在6月7月以前 一旦有任何的 有關於這個議題的 敏感的去表態的話 完了 他從現在開始到這個4 5 6月 天天就被民進黨 從這個中央到地方 尤其是議員這樣挖著他 就是壓著他打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的處境是非常的尷尬 所以才會有為什麼吳敦義 到底要先跟朱立倫會面 還是先跟韓國瑜會面 後來因為韓國瑜要出訪美國 然後把這個時間押後到4月18號 我覺得這樣的安排不是 未常不是一個 剛好避開一個尷尬的情況 因為吳敦義主席 是不是要先去跟王金平 先去跟朱立倫 先好好的談一談 開城布空的談 不管是今天朱立倫說 希望能夠開大門 把這個整個開放的談 或者是閉門會議都好 先談過之後 再去問問韓國瑜的意見 否則韓國瑜就算到時候黨中 要排除萬難強力去徵召他 萬一他扛起來 是一個分裂的國民黨 這對韓國瑜來說 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表態 讓這個各縣市黨部 自己去取權 或者是這些公職人員 包括遇生委員在內 或是美亞議員 他也要選立委 還有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們要選立委的人 要表態就自己去表態 要不然就是也不要像這個 我覺得像民進黨 卓榮泰黨主席 他就當時在這個 到底要挺蔡英文 還是挺賴清德 前一陣子他就呼籲說 黨內不要再表態了 他當時就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也就希望民進黨不要鬧分裂 我也希望國民黨 也不要變成有這樣一個情況出現 你要表態 自己決定 你真的想要挺朱立倫 還是要挺王金平 還是挺韓國瑜 或是真的要挺韓國瑜 希望韓國瑜最強的人選 就大聲讓這個黨中央 我也覺得黨中央 像剛剛我聽完美亞議員講完了之後 我覺得黨中央也要硬起肩膀來 你自己要去勇於承擔 而不是看完這個 所有縣市黨部的這個集氣之後 大家來集氣 大家來鼓勵 給我們一點這個多多鼓勵和力量 我們才有更多的力量去 變成我不要說是施壓 給韓國瑜更多的信心 給這些另外幾個太陽 兩個太陽 你看這麼多人表態挺他 我覺得也不需要這樣 這會讓大家滿尷尬滿為難 因為所有的縣市黨部 和這個主委也好 或者是黨代表中央委員 以及所有的黨的公職人員 縣市議員跟立法院 以及要選立委的參選人 他們如果真的覺得韓國瑜夠強 希望韓國瑜能夠代表 國民黨中央出來 他們選立委的話 選情也會比較好選 就像2016年 為什麼當初會演出換柱的事件 就是因為民調拉不起來 那些選立委的人 也不敢跟洪秀柱 當時就一直怕 然後最後希望能夠朱立倫出來 取而代之 結果後來把朱立倫拱出來 變成害了朱立倫 也有人擔心說 現在這樣韓國瑜 會不會變成2016年的翻版 不管怎麼樣 如果真心希望韓國瑜出來選 要選的立委候選人 或者是縣市議員 真的覺得韓國瑜最強 那就跟大春跟黨中央講 不必擔到黨中央來拜託 你們這些各縣市黨 不換黨代表中央委員 以及各縣市公職員說 拜託你們出來講話 然後給我們一點信心 然後也給韓國瑜 或者是彼此其他的太陽一些壓力 我覺得那都是不必要的 要支持韓國瑜 是真的你自己心裡就這樣想 你希望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國家的這個方向 民主的制度 中華民國 還有未來這個國民黨 要由誰來扛起來 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比一個黨中央要你大家說 一起出來講話 然後變成好像弄得其他太陽 很尷尬 然後進退兩難 我覺得要支持韓國瑜OK 要力挺韓國瑜 徵召韓國瑜就大大方方的 不要弄得到大家手足兩端 而且無形當中 也傷害了其他的幾位黨內 有實力的人選 所以我覺得要保護同志 同時也要愛護同志 就用比較柔性的方式 而不是用這樣一個強力的狀況 會讓大家說 我變成要站哪一邊選邊站 我覺得這都是 我不願樂見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是很開放 你如果覺得這個 朱市長好 你也可以大聲說 如果你覺得王院長好 你也可以大聲說 如果你覺得 吳敦義主席是最有勝算的 歡迎你也大聲說 如果你覺得韓國瑜是最好的 那就大聲說 一樣 我覺得今天大家都不用再 太過欣欣作態 我覺得說 我這樣講會不會得罪誰 我不要講 那你來講好了 他又覺得說 你點名我 不要我也不要 那不然你來講好了 一推二五六 推的亂七八糟 沒有人願意講 所以 我們就把話說清楚 剛剛大家都講說 不要好像逼基層表態 但其實我認為 這個主發會 確實是在逼 現實狀況表態 但這一些 我倒覺得他們是 自動自發 他們願意講 願意講 就希望有人聽得懂 休息一下 來 院政委員 現在要選立委的 剛剛講到 包含美亞議員 大概都有表態 通常 現任的立委 我們看這個比較奇特的現象 現任立委比較不好意思說 現在已經是立委 要競選連任的 可能比較不好意思說 但是通常是要挑戰 現任立委的 或者是 像您這樣子 付出的 或者是議員想要選立委的 大家好像比較熱烈的表態 在高雄是這樣 我想在台灣其他縣市 大概也是這樣 大家都希望 好像能夠跟一個 最強的人選 我當然不知道 您心中最強的人選是哪位 但能夠跟這個最強的人選 比如站在一起 拍張照 或是我登記 我照市他來幫我站個台的話 好像對自己的選情 會比較加分 我在大八卦這個節目 已經從去年年底 選舉結束到現在 我始終講一個觀點 我說2020 國民黨最強的就是 韓國瑜 對 沒錯 委員長很久了 能贏的只有韓國瑜 或者朱立倫 如果韓國瑜要選 一定是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不選 我認為只有朱立倫 我不怕得罪吳敦英主席 或王清明院長 我講的是真心話 所以我今天也是講 我也論述同樣的真心話 大聲說 對 因為未來 到底誰三選 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 我們也希望是韓國瑜 但是如果韓國瑜他不選的話 我希望就是朱立倫 反正兩者取其一 可是前提都要團結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的選舉的看板 左邊是韓國瑜 右邊是朱立倫 我真的真的 我也不怕被人家罵 因為我就覺得 而且我要論述一個觀點就是說 如果是韓國瑜有意願的話 而且朱立倫都表態 支持正照韓國瑜 所以只要韓國瑜跟朱立倫 真心團結 在吳敦英主席的操盤之下 然後最後我覺得河流的話 跟王清明院長大河流的話 我覺得2020年 應該是很樂觀 韓國瑜可以勝出的 如果萬一韓國瑜 所以這一次 我們現在節目進行的現場 這個時間本來應該中天SNG車 是在抓 吳敦英跟韓國瑜會面的 就是嗎 不是這個時間嗎 不就是這個時間嗎 但是因為這個時間被延後了 所以變成4月5號的 韓國瑜跟吳敦英先見面 被delay到可能4月中以後 18號以後 18號以後 所以很尷尬就4月7號 跟朱立倫見面 跟4月8號跟王清明見面 我的看法跟韓濱比較不一樣 我的看法就是說 要不要公開 應該尊重當事人 如果朱立倫覺得要公開 我建立吳敦英主席 要重散主流公開 如果王清明院長 他習慣不公開 我就要尊重王清明院長 就不要公開 因為這個時候去講 總統選舉的事情 對他們兩個人非常尷尬 因為本來大家也都認為 4月5號先見過韓國瑜之後 韓國瑜有個初步的態度會出來 然後朱立倫跟王清明院長 才會根據這樣的一個 依循這樣的前提 跟吳敦英主席大家見面來談 可是現在這個前提不見了 韓國瑜說他美國文就要談 所以我覺得朱跟王 還是4月7號乾脆別見了 對 但是他們說不要見 我也反對 要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要見的話 人家就說 你造成韓國瑜 造成在造成國民黨裡面 變成天王大家各自為政 一盤善殺鬥爭 這樣對韓國瑜不好 對國民黨團結不好 所以我覺得安排了就要見 但是要不要公開尊重當事人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目前整個政治情況 我也覺得 目前還是韓國瑜最強 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覺得李澤華要大家去表態 這個主張是不對的 因為他是黨中央 因為黨中央要大家來 決定表態誰 要不要支持誰 我覺得這會造成很大的尷尬 譬如說我舉個例 我很真誠的講 我是新北市三任的立法委員 朱立倫100年選市長到現在 我們都支持朱立倫 所以在目前這種態勢情況之下 我不可能忍心說 我只支持韓國瑜 我不支持朱立倫 我覺得這個話 我的政治良心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也沒有要卡韓 我也承認說韓國瑜最強 如果韓國瑜有意願的話 120%就是韓國瑜 而且朱立倫已經從善逐流 公開主張 說要徵召韓國瑜 不要半出選 他全力支持 所以如果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像美亞議員 美亞議員是高雄市出身 從他的立場 無論是從他個人或從黨 或從高雄市長或從高雄未來 他支持韓國瑜天經地義 這沒有話講吧 我覺得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不管怎麼樣講的話 我比較在意 剛剛佑正講說 誰都不重要 決定是電視機前面的 觀眾朋友的你 我要說 尤其特別是高雄的你最重要 韓國瑜能不能選擇最大的 強化的支持他的觀點 應該是來自於他高雄的 200多萬的選民 也就是說這200多萬的選民 要不要支持 200多萬的市民 要不要支持韓國瑜 我覺得這是會影響到 韓國瑜的天人交戰 或者是他起心動念 或他到最後的一面之間 他決定要參選一個 非常重要的依據 我相信韓國瑜不願意被誤會 韓國瑜不願意說 他丟掉高雄市長 他去追求總統 他只是往上爬 把高雄市人踩在腳下 我認為 韓國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要拜託高雄 尤其南部地區的朋友 你要支持韓國瑜的話 請大家盡量盡速表態出來 把他表達出來 我現在看起來 像敬平在桃園 像洪威在台北市 我現在看到在支持韓國瑜的力量 好像北部的都會音量比較大 反而相對南部的力量 是比較沉淺 所以我也覺得 我不曉得是否有資訊不足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很廣泛的 去了解到整個情況 還有又有一說 可是這跟美亞剛剛所引述的 山水民調 研考會的民調 好像又不一樣 高雄的年輕人 支持韓國瑜的 都高達到六成以上 可是為什麼之前 我看到幾個公布的民調說 韓國瑜支持韓國瑜的 反而是20到29歲最低 反而20到29歲都在支持柯P 那個應該是不同的 一個是對比式的總統民調 一個是內部的市政民調 我提出這個相對性就是說 我要拜託全國 尤其是右正所指的你的 另外一種你 就是年輕的朋友 請各位年輕的朋友 你勇敢的表態 你知不支持韓國瑜 你知不知韓國瑜 這樣這種另類的思維 像他那一天在夜店裡面 那種講話那種表現 表現出來 我覺得 我正在覺得說 像豐哥我們 這個年紀終生代的人 也不要裝年輕 我認為韓國瑜的成功 就是他沒有裝年輕 他就說我年紀都大了 那就是助自己嗎 對 助自己 但是我尊重年輕人 祝福年輕人在這邊玩 他不要吸毒 不要玩毒品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你很真誠去講 所以我覺得目前 這個太子情況之下 解鈴還需細鈴 我同意剛剛集會的觀點 還是韓國瑜 美國回來之後 或者最慢最慢 拖到美亞議員裡面的 議會巡達總諮詢之後 就是整個會期結束 是5月中嗎 下旬 5月下旬 我認為韓國瑜 就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4月20以後 美國回來之後 來做決定 另外一個最後最後 最晚的決定是 5月下旬 高雄市議會 整個會期結束 整個會期到一個 到一個段落了 告一個段落 韓國也好好 一個市長告一個段落 一個會期之後 你要來決定說 你要或不要 所以我覺得目前 但是我還是要再講一個觀點 我為什麼勇敢這樣講說 朱立倫獲得韓國瑜 兩個都會贏 因為我有把握 不管他們誰出來 他們都會真心合作 團結合作 如果韓國瑜要出來 120% 外港跟你打賭 一定是韓國瑜 可是萬一韓國瑜 他自己選擇的結果 他不要的情況是這樣 我希望全國的韓粉 也能夠支持韓國瑜 所支持的人 這樣的話 整個藍軍也好 國民黨也好 因為只靠韓國瑜 一個人要贏得總統大選 是不可能 你想一想 如果韓國瑜一個人選 朱立倫不支持他 王靜平不支持他 吳敦英不支持他 那我請問你 韓國瑜靠什麼來當選 韓國瑜要當選的前提之下 就是國民黨 局長上下團結合作 所以記不記得 因為連送的分裂 我們讓陳水扁當選了總統 我們因為國民黨的團結 2008馬英九 才能勝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局 我們支持韓國瑜 我們要肯定朱立倫 我們要讓整個國民黨的盤 整個藍軍 整個拉到最大 然後我們看到的現在是 民進黨的分裂當中很嚴重 賴清德跟蔡英文 好 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雖然說這個本來 本來應該今天 大家非常期待的這個 吳韓會或韓國會都可以 但是因為某些 昨天我們討論過的 不管是個人或者是這個 因素 很多因素 大家就暫時我們18後 再來見面 我就說了 如果4月5號韓國瑜跟朱立倫 韓國瑜跟吳敦義沒有見面 那麼後天 吳敦義跟朱立倫的這場會面 就會格外格外的重要 尤其是在我們今天告訴你說 其實基層很多聲音 都已經在表達他們的意見了 他們要最強的 他們要韓國瑜 或他們要的是誰 那麼這些聲音出來之後 就會針對 吳敦義或朱立倫的想法 也許會有點改變 而這個改變 也許能夠出來的結果 就在禮拜天兩個人的會面之後 韓國瑜已經說了 吳敦義應該先跟老朋友溝通一下 看看有什麼方法 理想可以幫中華民國選出一個好的總統 那你要先溝通 我們昨天也說了 不是先找我溝通 先找朱立倫跟王近平溝通 所以我就說了 吳朱惠的登場 對於韓國瑜是不是可以出來選總統 或者是國民黨 到底要找哪一個最強的人出來選總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好像雙方有一點意見上的不合 就一開始我說的 朱立倫認為我要公開 因為我們有什麼好在隱瞞的了 你要真正韓國瑜 我全力支持 你要辦初選 我就全力以赴 但是反倒是 黨中央好像有點顧忌 覺得我們是不是別公開了 我們就私下談一談 再出來轉述內容給大家聽就好 通常轉述的都不是真的內容 是不是 社長 所以你覺得 應該公開還是 就跟過往一樣 大家門關一關 談一談 有沒有結果再說 我覺得現在 國民黨幾個太陽 基本上他都不敢有大的動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在現階段大家都怕分裂 所以就僵在那邊 其實這個僵局 我認為我還是非常認同 包括育生兄還有幾位 他們的觀點 就是說還是取決於民眾 我們這個節目 名稱叫無色覺醒 我還是覺得 就是說不管是藍營也好 綠營也好 他們在決定 這個候選人的過程當中 還是取決於94% 不屬於任何藍綠黨派的這些 廣大的民眾 那就以這一次韓國瑜 他到底要不要出馬來說的話 我認為他的關鍵 就是取決於94%的民眾 可是現在的重點來了 就是94%的民眾 都是沉默的大眾 在座的各位都是社會精英 你們我們大家有一個發聲的管道 我們有麥克風 我們有攝像機 去讓我們表白我們的看法 可是廣大的民眾 他們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管道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他們真的沒有任何的可能性 去表達他們的意願嗎 意願嗎 我也不這麼看法 因為從去年2018年九合一大選 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真正可以讓台灣翻轉的 是這個94%的這個民眾 韓國瑜是英雄 可是我們也要有一個想法 如果他不出來 如果2020藍營敗選 如果藍營敗選 他可能內心會非常的痛苦 他可能會比 就是說在必要的時刻出馬 選贏 可是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他遭受包括高雄市議會 包括地方到中央 所有對他的攻擊 所有對他的挑戰 這個磨難 這個痛苦 如果他不去承受 而去承受一個 假設2020因為他沒有出來 而敗選的那個痛苦 兩種痛苦比起來 我覺得 那一個2020藍營 因為韓國瑜沒有出來 而造成的痛苦 這個痛苦可能是更大 因為他會非常後悔 我為什麼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 大家要反省的 我們大家現在要面對的 無色的94%的民眾 要面對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是不是要繼續 這樣空轉下去 兩岸是不是要繼續這樣 對立下去 如果說 如果綠營他能夠轉彎 當然綠營轉彎的可能性 是為乎其為 如果綠營繼續這樣子空轉內耗 然後跟大陸之間 維持這種非常僵局的場面 甚至於持續的對抗的話 那當然就是必須 無色的94%的人覺醒 那覺醒怎麼樣覺醒 就是要敦促韓國瑜 你勇敢的在必要的時候站出來 那必要的時候站出來 還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怎麼樣 能夠維持一個藍營的團結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要件 來 議員 剛剛你還沒有特別的 講這一塊 你覺得要不要公開 過去 我先講個前提 過去很多大家覺得 應該要公開的事情 國民黨都不公開 對不起 我相信這是 不只藍綠都一樣 都不要公開 私下弄就好了 但是我說真的 像吳主席要去找朱前市長 或找王院長去喬這個事情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本來就可以私下 大家先溝通一下再說 結果他到處放消息跟人家說 我們要見面 我要見面了 好 那要見面 那公開見面 那要見面 但是我不公開見面 這是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 一個邏輯 所以你覺得公開對韓國瑜 有幫助還是不公開 對拱韓國瑜出來這件事情 有傷害 本來韓市長要跟吳主席 碰面這個事情 後來突然延期 那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可能 後來被宣佈說要公開 其實本來韓市長的想法 我認為應該是想說 大家彼此交換一些意見 到底怎麼樣就是2020的時候 能夠推出一個最強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但是現在降低公開的做法以後 可能會變成說 就算想要溝通的一些想法 變成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來做溝通 因為很尷尬 到底 本來我們可以私下溝通 可是你先放話 我們要見面了 我也不想跟你溝通了 然後現在 那我們就當個大家面來溝通 結果你又不肯公開 那到底怎麼辦 是啊 所以其實跟朱市長這邊 到底要不要公開這個事情 我覺得要尊重彼此當事人的想法 尊重朱市長的意見 朱市長說要公開 所以吳主席 我覺得吳主席 既然朱市長他覺得公開比較好 我覺得公開似乎也沒什麼不好 應該是要尊重一下當事人的意見 因為可能我在想 朱市長他可能會認為說 不希望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到時候萬一碰面完了以後 又傳出了一些可能 也許對朱市長比較不利的一些 傳言等等之類 所以乾脆公開 我們話都講清楚 對 所以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講 其實不管朱 不管王 這些其實都是國民黨內 非常優秀的我們的同志 所以在這個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主席似乎應該要用 更高的高度的政治智慧 到底怎麼樣做 讓這些當事人的心中 不要覺得不受尊重 可是他現在每一個 對不起 主席 他現在主席現在每一個動作 都讓當事人不太舒服 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 譬如說要這些小機們 大家要主動的表態選邊站 這個也真的是會讓這個黨內在 產生最強候選人的過程當中 會有撕裂 坦白講確實是會有的 心情很矛盾 掙扎 是 因為就如同我剛才講 你要大家說誰不好 誰好嗎 這個是很尷尬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假設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立委 或是有一個縣市首長 過去我跟朱立倫是換鐵 站在一起的 但我現在心中覺得 韓國瑜會贏 我要怎麼辦 我要背棄過去的情誼 然後說支持韓國瑜 還是媚賊良心說 我支持朱立倫 到底怎麼辦 這種事情就不該做 然後就我剛剛 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真的很奇怪 可以私下瞧的 你大聲說我們要見面 好吧 要見面我們就公開 要見面 但是我不要公開 這不合邏輯 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事情 所以吳朱惠 你認為到底要不要公開 你覺得公開出來的內容 或是說公開談論出來的結果 對於韓國瑜來說 或是徵召韓國瑜來說 這件事情是有幫助的 或者是兩個人偷偷摸摸 會後記者會講一些 不是重點的東西 然後重點都沒講到 對於未來國民黨的團結 會比較有幫助 廣告一下 你這個時間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馬上回來